今天有兩份最新的 郭友跟董事館的建設 甚至是經過一個狀況 郭友宜是整個問題 這個假設前提不存在 現在國民黨缺的不是要換頭 缺的是要囤結 現在可以看到嗎 郭友宜是在往上 火車開到台中的 你要叫他重新拉回來 從台北開 我覺得很困難 現在國民黨缺的不是要換頭 缺的是要囤結 我們非常希望 柯文哲主席 把這些小雞的名單能夠公佈出來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些藍營的小雞到底是哪些人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比較實際 所以柯文哲要吃國民黨的豆腐 沒問題 但是希望你把話講清楚 不要含糊帶過 來製造所謂國民黨內部的 所謂的分裂或者危機 這一點我們也不希望去傷害民眾黨 請柯文哲自治 自重 柯文哲還是想說 調侃其他的語氣跟說法 來針對其他的參選人 其實我倒是覺得做人厚道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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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